Hello 创业家们 今天企业经营的还顺利吗 这个影片有你分享的是 刘润五分钟商学院基础的第175讲 人际关系处理 你的感情账户余额不足 请除职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状况 星期一的早上 当你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突然一个800年都说不上一句话的国中同学 竟然打电话给你 那你想说 哎呦这同学好久不见了 想起国中时的秦宜呀 也不好意思直接挂他电话 就给他接了起来 没想到啊 他竟然一开口寒暄没几句 就邀请你参加一些有的没的奇妙的座谈会 那你一听这不就是传直销的讲座吗 正想要跟他拒绝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 不不不这不是什么传直销讲座 这个是一些理财讲座啊 或者是健康讲座 或者是身心灵讲座什么的 而且他可能还会对你说 他是为了你好才会打这通电话的 要是别人 他可能连电话都不会打呢 之类的情绪勒索说辞 听到这边你可能火气都上来了 心里可能想 老子现在都这么忙了 跟你委婉拒绝你都不接受 这么不长眼的一直打扰我是怎样 于是就生气的挂了他的电话了 那你会有这么大的火气 是因为你不敬人情 薄情寡义吗 还是因为这些讲座你没兴趣 如果是联谊活动或者去喝酒 就会参加了呢 其实都不是 你会这么大的火气 可能是因为 你这位打电话来的朋友情商太低 因为他在你的情感账户里面 已经没有余额了 却还想要取款 这就提到今天要与你分享的概念 人际关系处理 前面说到情感账户 那什么是情感账户呢 情感账户啊 是人际关系的一种比喻 这个账户里面存的不是金钱 是信任 是价值 是情感 而情商当中所谓的人际关系处理 本质上呢 就是在这情感账户里面 存款和取款的行为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故事 在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呢 吕洛舍神父 因为不忍心他的家乡意大利 受到疫情重创 血性求助 结果引发了各界的响应与捐款 台湾人呢 为了报答吕洛舍神父 为台湾奉献一生的精神 最终帮吕洛舍神父募到1.5亿元 让台湾人捐赠的爱心 可以持援意大利 那疫情期间 日本人的回报呢 也让我大感意外 坦白说日本的311大地震 已经过了10年了 虽然台湾人在当下 踊跃捐助善款与物资 是全球捐助最多的国家 可是对我一个小小的台湾来讲 我那时候也只是感同身受 举手之劳而已 捐完就忘了 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没想到啊 日本在这10年来不间断的感谢 尤其在最近疫情期间呢 更是不遗余的回报回来 让我一个小小的台湾人 真的是感觉受宠若惊啊 那如果你真的去查 不管是历史 不管是国家对国家 亦或是人与人之间 这样投桃报李的精神 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 而回到最开始的案例 你的国中同学为什么会让你那么火大呢 那是因为啊 他为了一些迎头小利 打扰到你的工作或者是休息 这种不张眼的行为 不但不是存款 更是一种无节制的取款行为 而又如果啊 假如这个国中同学 在我对他的情感账户里面 余额不足的话 当然会招致我的反感呢 所以回过台 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思一下 如果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对我们好 我们是不是必须把每一次的人际交往 都看成是在他人情感账户内存款的一个机会 并且努力的存款呢 那听到这边可能有朋友会问 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别人的情感账户里面存款呢 这边刘文老师给我们三个建议 第一个是养成随手存款的好习惯 要知道情感账户的维系是长期的 像我印象最深的存款行为呢 是网品集团的创办人戴胜宜所做的 他是如何做的呢 要知道啊 在这个email FB或LINE非常发达的时代 那一天呢 可能随随便便email就几百封出去了 LINE或FB的讯息呢 就几千条出去了 到最后呢 我们也只会看标题 不一定都会点开来看 有时甚至会直接删掉 而戴胜宜就不靠这些通讯发达的工具 靠的是手写信 因为现代人几乎都不写手写信 所以手写信在现今的这个时代 珍贵而稀有 这么珍贵而稀有的手写信 更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诚意 并且一辈子难忘 所以戴胜宜在想要感谢谁的时候呢 都会写一封手写感谢信给对方 这样长期日积月累下来 除了他个人的速度啊 文笔锻炼出来了 他也在许多人的情感账户里面 不断的存款呢 除了手写感谢信之外 我们还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 帮助我们随手存款到别人的情感账户中呢 像我们可以在每一次顾客的专案项目交付之后呢 感谢每一个提供过帮助的顾客或者是员工 又或者我们可以主动在会议结束之后呢 发一份报告给全体与会人员 省去大家的总结时间 又或者我们可以在同事沮丧的时候 陪他在茶水间喝杯咖啡 或者下班后陪他到酒吧买醉一夜 那甚至啊 当我们看到新的员工刚进的公司 惶恐焦虑时呢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然后拍拍他的后背说 请加油 我很看好你呢 之类的鼓励的话 甚至啊 你可以看到朋友或同事遇到困难时 主动去问他 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忙的 并且主动帮忙 以上这些行为 都是可以帮助你养成随手存款的好习惯啊 可是这边也要注意到啊 当你随手存款完之后 不要心里一直总想着 哈哈哈哈 他欠我钱了 他欠我钱了 有一天 我一定要他加倍还回来呢 真的最好不要 要知道啊 最好的情感账户关系是那一种 你觉得这是一种举手之劳不足挂齿的帮忙 而他觉得 这是点滴之恩 必须拥全以报的行为啊 而刘文老师 给我们向情感账户存款的第二个建议是 警惕无意识的取款行为 要知道啊 有时候 虽然我们可能只是觉得 别人只要举手之劳帮忙一下就可以啦 但这种要求 其实就是一种取款行为 时常乱要求 可能会将你存在对方情感账户里面的款项呢 一点一滴的消耗光啊 像是 如果你的朋友是设计师 你刚好需要设计款新的名片 你随口要求他 请他简单帮忙设计款名片 并且明天就要拿到 哇 你可能会以为这只是举手之劳的方便而已 可殊不知啊 对他来说 他大可把同样的时间花在更有赚头的案子上 而不是来处理你的这个无理取闹的行为啊 又或者 当你写好一篇很棒的旷市剧作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时呢 一直要求对方一定要按赞留言或者分享 不照做就是不挺你之类的 这样的情感勒索行为啊 也会使得你在他情感账户当中的存款迅速枯竭啊 更不要说那一种宗教或者政治的要求 你想要信什么宗教 你想要挺什么样的候选人 你想要支持怎么样的政党 都是你的自由 都是你的选择 可千万不要拿你的选择去要求别人 一定要照你的选择去做 这样也是一种很不OK的取款行为呢 啊还有一个行为 我觉得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不OK的取款行为 但许多人都会经常去做 那就是啊 当你到某个外地之后 就直接打电话给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朋友说 哎哎我到这边了 帮我订个房间吧 带我去哪个景点玩玩吧之类的 你的朋友又不是你的秘书 住在那边是欠你的吗 一定要帮你订房带你去好吃好玩的地方吗 对方不忙吗 对方没有他自己的计划吗 凭什么要花他的时间 花他的精力 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呢 以上种种范例告诉我们 在要求别人做这些事情之前呢 你最好要先问问自己 你和这些对象熟不熟 就算熟你真的打算这么挥霍你和他之间的情感账户吗 要知道平时 如果情感账户随便挥霍完了 当你哪一天真的遇到紧急状况 需要提领的时候呢 对方也不会帮你啊 而第三个 能有老师给我们向情感账户存款的建议是啊 允许别人给你帮助 像前面所说 我们要养成 随手在别人的存款账户里面存款的好习惯 又或者 我们要警惕我们无意识的取款行为之外呀 我们也要试着允许别人 往我们对他的情感账户里面存钱 那一种只帮别人 不允许别人帮自己 一心只想着 临存整取以后找他帮大忙的人呢 是很难有朋友的 有时候啊 允许别人帮你 还会加深你们之间的情感呢 那 接受了别人的帮忙 我们也要试着回报每一个善意 像 假如我们有机会出国 回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给帮过我们的朋友 带一些小礼物啊 又或者 当你的朋友愿意转发你的文章 你可以试着留言给他 感谢他的支持与鼓励之类的 又或者 当你的朋友给你一个好的意见 你也可以试着发个红包给他 这个金额不用太大 一个吉祥数字就好 这样有来有往的感谢行为 才能让双方的情感越来越稳固 也才能够让双方的情感账户 数字越来越多啊 情感账户是人际关系的一种比喻 这个账户里存的 是信任 是价值 是情感 所谓的人际关系处理 本质上就是在情感账户里面的 存款和取款行为 你必须把每一次人际交往 都看成是在他人的情感账户内 存款的机会 那我们要怎么提高 在每个朋友那里的情感账户存款呢 第一 养成随手存款的好习惯 第二 警惕无意识的取款行为 第三 允许别人给你帮助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我在商业模式 网络行销 人工智慧的修炼笔记的话 欢迎你扫描画面当中QR Code 到我网站去看更多哟 我是华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